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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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妈妈 这个东西我不能要 不要 干嘛不要啊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陶先生啊 去去去 去 秀丽啊 妈妈知道你喜欢陶先生 可陶先生能娶你吗 他那种人家娶的是良家妇女 咱们是什么人哪 咱们有什么资格嫁到大库人家 再说了 那白市长虽然年纪大了点 可他是真心喜欢你 他又有权有势 说不准将来真的就是个依靠 哦 对了 白市长说了 他呢 从现在起 他就再也不会碰别的女人了 哎 怎么还不出来啊 到底演呗也还不出来 呦 赵老板 哦 哎 您怎么还没办上啊 我们这还都等着看您的戏呢 是啊 我今天不唱了 怎么不唱了啊 哎 刚才问了戏老板 说是有你的戏啊 赵老板 啊 我想问您一件事啊 那你说 您知道白市长在哪儿吗 丁小姐 你天天和白市长在一起 你都找不着他 那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哎 丁小姐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都好几天 没见他白市长了 我听您说 他最近一直都在春香龙 哎 那也是好事了 白市长人再好 他也就是个当兵的嘛 天天走单闯北的 你呀 还是踏踏实实 找个好人嫁得了 男人都靠不住 哎呀 男人靠不住 女人就靠得住了 原来 哎 魏县长带你不跑吧 白市长一来 你一看白市长全打势大 你就把他给甩了 丁小姐 我劝你 还是踏踏实实的唱戏为好 哎 哎 丁小姐 你别找白市长了 他早就去南昌了 哎 我这还等着听您的戏呢 哎 陛下 我是真是无断 你不应该离开景德镇 不应该离开咱们这班子 老板 我也是没办法 这景德镇我是待不下去了 你这一走啊 站在班子不说塌了 也很难再开张了 现在没什么送你的了 把这套行都带上 别人也撑不起来 你留个念想吧 谢谢老板 保重啊 保重啊 秀丽啊 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谁啊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是白市长 是啊 回来了 白市来领地 一打马就过来了 白市长 我听说 你一直在打仗 心里还挺担心你的 是啊 我们秀丽啊 每天都烧香拜佛 保佑你平安呢 是吗 怪不得我这次在战场上 枪子儿 总是在我头顶上 脚底下飞来飞去的 就是打不进我的身体 原来 是修丽小姐在左右我 谢了 这样吧 中午啊 我请春香楼的姐妹们 去珠山楼吃饭 好的 我这就通知姐妹们 你们慢慢聊啊 陶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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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陶长南 快出来 谁啊 你是陶长南吗 我是 我们师长请你过去 你们师长请我过去 什么事儿啊 你去了就知道了 对不起 我没时间奋回 别为难我们兄弟 有你们这么强情的吗 来人哪 来人哪 你们想干什么 别动了 干什么你们来啊 好 好 我跟你们去 好 报告师座 陶老板带来了 好 请他进来吧 是 陶老板请 陶老板来了 班师长 什么事儿啊 这大晚上五刀弄枪呢 听说 陶老板认识春香楼的 殷修丽小姐 是啊 怎么了 没别的意思 来来来来 坐 听殷小姐说啊 你对她 一直都挺不错的 我只想告诉你 今后 陶老板如果有什么难处的话 白某 愿意帮忙 那就 多谢白市长啊 好 今天啊 我备了点薄酒 想请陶老板闪光 陪我聊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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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 好 añ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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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l老板 学校有先生啊 这是哪儿在打枪啊 该不会是土匪进城了吧 我去看看 你小心一点 小心点啊 你先睡吧 兄弟们儿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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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师傅 打枪喔 父兄 乘师傅 vern师傅 号师傅 二少爷 你们腰里没事吧 有点没事 这哩里啪啦的 是不是白澤 和什么动物都搭起来了 不会吧 白市长前几天 不是去剿匪的时候 现在应该不在枕上 一会儿你们小心点 我跟你们一块儿守在窑里面 伙计们 今晚上都精神了点 我仔细守着窑子 好 快走 快走 快点去吧 空军发凉了 快去吧 别着急啊 每个人都有 一个个来 对 谢谢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都有 好 谢谢 谢谢 不要急 你回来 这窑里怎么这么冷静啊 人都干什么去了 二少爷 我有事儿 正要找你去 出什么事儿了 这窑里有些人哪 参加红军去了 参加红军去了 参加红军去了啊 你怎么不管管 这窑里现在这么忙 缺这么多人 这活谁干了 二少爷 这红军哪 是个好队伍 这窑公要去 你说拦 是拦不住的 算了算了 走就走了 那你赶紧出去找找 看有没有合适的 赶紧走进来 来 二少爷 好 一位 军集公里后马 我们保命 让老百姓吃饱饭 大家放心啊 谢谢啊 别客气 谢谢 八少爷 小娘 您来分米 是啊 他们这分米 真的不要钱吗 是啊 这些红军说了 只要你们家是做工的 种田的 就可以分到米 快回去吧 二少爷 我走了 乡亲们 安静一下乡亲们 乡亲们 我们是江西红军独立团的 我叫何鲁达 是独立团一营营长 我们的队伍 是老百姓的队伍 是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今天我们在景德镇开仓放凉 就是让老百姓 过上有饭吃的日子 乡亲们 现在国民党政府打内战 到处兵荒马乱 老百姓是没吃没喝 家破人亡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穷人的世界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推翻 现在我们的队伍要扩大 要解放穷苦百姓 欢迎大家报名参军 过去当兵是为了吃粮 现在参加红军呢 是为了普天下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我要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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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识之士 有缠之家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踊跃捐款 壮大我们红军队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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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愿意参加红军的 到那边登记 好 我们继续发凉 好 我要当兵 报名参军呢 到这儿来 一共刚才 报名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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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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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二少爷 镇上好多人 都在给红军卷钱呢 他们说 这是治革命的队伍 是给老百姓打天下的 你等等 小喜子 这是五千两银标 给你个合影打送过去 怎么捐这么多 不像老百姓 不拿老百姓 还能分迷给老百姓 这样的队伍 迟早是要得天下的 快去 好 我这就去 大少爷 出事了 出什么事 摇缠了几个摇宫 当红军去了 摇宫当红军 什么 谁让他们去 他们自己去的 说什么到红军 参加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还不把他们抓回来 他们已经跟红军走了 怎么拽啊 何营长请 好 二少爷 何营长非说要亲自来感谢你 何营长 幸会幸会 唐老板 谢谢你对革命的支持 区区小事不值一提 小喜子 上场 好 不必了 唐老板 你为革命出了利益 我们一定会记得 今天你为革命捐的钱 我这给你写了个条子 不必了 不必了 等革命成功了以后 我们再还给你 能为革命处理 是我的荣幸 唐老板真是豪爽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唐老板 你捐的这笔钱 可派上大勇场了 可以解决我们很多枪支弹药 唐老板 只得好好地谢谢你啊 不必客气 你们景德镇的民众 革命热情高啊 像你这样捐钱捐粮的人 不在少数 如此万中一心 我想革命很快就会成功的 一定会 何营长以后 有用得着陶某的地方 尽管吩咐 一定一定 陶老板 不打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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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рой 谢谢 慢走 二少爷 二哥 二哥 长戏长阳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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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二哥 又漂亮了 二哥 二哥 放寒假了吧 是 来来 让我看看 好精神 瘦了 对了 我正有事要问你的 前两天我到南昌去 听老师说 你们俩经常去参加集会 还上街游行 有这回事吗 有 有 你 好好领输 去游审行 啊 反对内战 反对军阀 是你们嚷嚷能管用的吗 二哥 当然有用了 我们这么做 就是要告诉当局 日本人现在占领了东三省 可国民党还在打内战 要举国一心 把日本人赶出去 没错 二哥 我跟你说 如果全国的学生都像我们一样 全部上街头游行 那就一定会形成一股力量 这能形成什么力量啊 要强大自己的军队 这日本人是要的 但那是军队的事情 我告诉你 法书念好就是暴行国家 不想念呢 就回来给我烧摇 徐先生 这是 这是我从天津买回来的 季鸿达摩佛像的高仿词 听说是从景德镇流出来的 如果出在景德镇 那这肯定是张之望访的 因为景德镇只有张家 才会做这种高仿词 这尊佛像的照片和所有资料 我都看过了 它是雍正年间 景德镇淘姓官瑶 进贡给皇上的贡品 全世界只剩下一尊 价值连成 如果张家没有真品的话 是仿不出这种品质的东西来的 您的意思是说 既然它能仿出来 这尊佛像的真品一定在张家 没错 卢欣 我们想从张之望手里 买到这尊达摩佛像 我说的是真品 不过这么贵重的宝贝 张之望会请你出手 我来找你就是商量这事的 里边请 许先生欢迎欢迎啊 郑老板您好啊 郑老板很久没见了 里边请里边请 请请请 请请请 许先生 你有什么要紧事找我 我这次是特意从天津赶过来的 为的就是要看 您的那件济鸿达摩佛像 您是从谁那里知道 我有这尊佛像啊 张老板 您在天津的名声可大呢 而且 已经有人从您手上拿到佛像的照片了 您就赶快拿出来吧 那好吧 请跟我来 请 请 好 张老板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您府上还收藏了这么多的青花词 见笑了 见笑了 现在呢 也允许民谣烧至青花了 我就 顺便坐一下 张老板 您可真有心啊 是 这位 徐先生 请过目 张老板 您这尊瓷像 艺术性可是很高啊 他真是 他真是静中有洞 洞中有静 这达摩 好像是飘动着走到了人间 对了 我冒昧地问一下 达摩是在什么地方修行啊 据我所知 达摩祖师修行在嵩山少林 面壁九年 大作成佛 这达摩 看来张老板对佛学还是很有研究的 我只知道这么一点点 不叫学问 张老板太谦虚了 早就听人说张老板很懂佛学 今天有幸来这儿 张老板给我们讲讲好吗 关于佛学 知之不多 不过据我所知 菩提达摩老祖 乃中国佛教禅宗创神 以修禅宗为主 在中国南北朝的时候 从当年的天竺 今天的印度 来到中国 传授禅学 创建了禅宗的佛法 在南宋的时候 据说 这派佛学传到了日本 到今天为止 在日本 还有很多人 面壁修行呢 你说得没错 我也跟很多日本人做过生意 我听说在日本 有很多人都喜欢修行的 许先生 我这尊佛像 是当年雍正皇帝敬奉过的 敬过百年香火 如果您敬佛新城 可以请回家中供养 是的 我正是慕名来请 他这个女人 如果您在乌安全 我的天好 你也拿来 他上远 你不要 还不说 我这一个魂筹 我都陪我 你把他们找来 你 Frid 就是我的天啊 但是那把一样 想想想吧 我想起来 如果流向市场 这个价格立刻可以翻几倍啊 张老板 您看我们 好 好 我非常感谢 杨小子 银票 这三万块钱 您收好 那就不客气了 不 我自己来 徐先生 在哪个旅馆下榻 我今天晚上请你们喝酒 那就不必了 张老板 我今天还有事要赶着回天津 我们后会有期 那就恕不远送 慢走 慢走 徐先生 请留步 您的帽子 好 谢谢 爹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咱们那批货仿得是不错 可是 再好它也是仿的 外边就卖几十块钱 你一下开价三万 是不是太黑了点 是他们找我 不是我找他们 这叫什么 这叫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 上钩 别勾着自己 如心 买到了吗 买到了 有什么区别吗 一模一样啊 这也是高风的 他卖给你多少钱 三万块 三万块 这也太贵了吧 这老东西真敢开价啊 我觉得不贵 等时机成熟的话 我会让他突出真的打磨火星 你说我三万块钱 买个真的寄鸿达摩佛像贵吗 娘 现在上海市局动荡 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等过完年 我想去趟上海 这大过年的 你去上海做什么呀 王老板在那边等着我接货呢 再说上海分店那边的货 也都卖得差不多了 我带一批货过去 这样一过完十五 就可以开始卖了 来 这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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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这么冷的天 等着那么长时间 没事没事 总算是到了 冻死我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再来啊 好 来来来 我给你买上 好好好 来 找老板 辛苦了 成呐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货都带来了 当然了 要不然我大过年 跑到上海来 吹西北风啊 来来 你放心吧 来之前 我在景德镇 已经办理了托运手续 今天晚上就可以取货了 太好了 我跟你喝完这酒啊 我立马随货回沈阳 这儿我一刻都带不下去了 回沈阳 这么着急走啊 陶老板 你有所不知啊 现在沈阳啊 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 这小鬼子 一天一个法令 一天一个法令 我回去啊 把这批货卖了 我就不想在这儿待了 那您就不干了 到哪儿去啊 上海啊 上海多好啊 这儿人多 租借也多 这儿人做生意啊 这 这讲规矩 在 在沈阳是没法待了 这样也好 这两天我一直在看报纸 这日本人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 打着什么 大东亚共农的幌子 蚕食咱们中国领土 这有件事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这日本人 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这东北军为什么一枪不发 就让他们占领了沈阳城了 要不然日本人 怎么可能在四个月之内 就拿下了黑吉辽三个省 谁说不是啊 哎呀 眼下在沈阳啊 人 我的憋屈 你说 这小鬼子也奇了怪了 自己这么屁大一个小国 老想着打别的国家 我说呀 他迟早要遭暴力 迟早的事 来 妈 妈 孙宇 这么冷的天 你还跑过来看妈妈 思渊呢 在奶奶房里睡觉 以后不上学的时候 不准一个人跑出来知道吗 今天上语文课了 背书了吗 背了 好 走 背个书给妈妈听 好学者如何如道 不好学者如蒿如草 背得真好 一个字都没错 这么简单的我还能错吗 嗯 不可以教哦 再背一个复杂一点的给妈妈听 嗯 那就背 庐山遥记 卢氏欲须周吧 李白 我本楚狂人 风歌笑孔秋 手持绿玉杖 招别黄鹤楼 五月寻仙不辞远 一生浩入明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棒 平风九叠云紧张 影落明湖金带光 好 等爸爸从上海回来的时候 你好好背给他听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卖完货就回来 一起好久 好 好 没得说 一言没定 畅男就到这儿了 慢点慢点 就此告别了 一路顺松 好 去火车站 好 好 搬走啊 好 来来来来来 压大压小啊 买了这厘头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来 快呀下手啊 手指大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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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 大 一二三 小 快 你又是真大 哎呀 你又是真大啊 哎呀 接着来接着来啊 没了我这些 压出去 你得赔钱了 没钱了回家拿去 我家在景洛镇 挺远的 你看看 我是老乘客 你能不能跟老板说说 交点钱 既然咱们都是老熟人 我可以跟老板商量一下 哎 可以啊 请看 请看 不能接 不能接啊 啊 陶长江的钱输光了吗 输光了 修子小姐 他想借钱接着再就 借 借 借给他 反正也是输 他要借多少就借多少给他 那就借给他 按规矩吧 是 哎 哎 哎 行 别管 走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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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钱了钱了也没 Kafka 没钱我拿出楽分本啊 钱钱了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手心 視察 路 속起 哎 能不能 债劲点钱 陶少爷 你还借 你知道你借了多少钱吗 多少 三万块 加上五分月息 下月要还我六万 如果下月还不还 下下月 你要还我十二万 你还要借 你家有多少家大 这不跟我理解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没骗你 在借钱的时候 就跟你讲清楚了 你想赖账 那不行 你把借句给我拿来 我就没借过那么多钱 我没借 来人哪 在 把他给我扣起来 上 来 快 走 走 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加油 差一点没关系 修子小姐 陶长江输了三万块钱 他想闹事被我抓起来 您看怎么处这 发电报到警察阵 让他家人来领任 好 来 该你了 站住 住 别跑 这事 是大人 抓住他 抓住他 你 快走 快走 站住 快走 快走 别跑 跑了 抓住他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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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放给他 放给他 干什么呀 大叔 大叔 我求求你 救救我 我不认识他们 我不能跟他们走 我求求你救救我 大姐 带你发生什么事了 我求求你救救我 救救我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难怪不肯接客 原来是约了小白俩 你这人不要乱说话 这我们二帅根本不认识他 哼 别跟我打发护眼了 别害了 不认识 他怎么会找你们的 啊 我可告诉你 小玉啊 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 想偷偷地跑 找死吧 给我带回去 带回去 这样的 我真的不认识他们 我是被骗的 我是被骗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姑娘 你说 你是被他们骗来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从东北 到上海来找我弟 在火车站 遇到了两个人 他们说要帮我找住处 没想到 他们把我带到了他那个地方 都是什么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遗护院啊 这个呀 大上海谁也不知道 是呀 是呀 是吧 你花了多少钱买 要 你想给他书身啊 可以呀 到遗护院谈吧 走 走 大哥 我求求你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你这样 二少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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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请坐 这位先生想赎小玉 你准备花多少钱呀 要花多少钱 得看你啊 你想要多少钱 你要知道 小玉 我可买得贵呀 花了一千块大羊 你到底想要多少钱 你说我别废话 只要你是真心享福的 我可以成全你 我不找一朵羊 你只要出一万块 一万块 你可以把他带走了 一万块 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这样吧 你不是花了一千块钱买的呢 是啊 我给你五倍 五千块 五千块 不不不不 五千块太便宜 太便宜了 我留着他接客 那银元哗哗地流进来呀 你要是再让我饥客的话 我就还跑 我今天跑不了 就明天跑 明天跑不了 总有一天我跑得了 你敢 你要是敢跑 我打死你 你打死了他 谁给你钱啊 你要是把他打死了 别说五千块 你什么都得不到 这钱可就全去黄埔江打水漂了 你想想吧 你想想吧 这位先生 你这么一说呀 我心里有点发毛了 这样吧 五千块就五千块 成交了 这是五千块 好好说说 先生啊 春宵已可值千金 你就好好玩吧 我先走了啊 好好玩啊 谢谢先生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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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